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很强 指数牛红正的资金流金有什么变化呢 是 你说看指数的话 今天是有点回升 但如果你看看动力指标的话 今天看到大市的成交很明显有所下降 如果未来的大市后市走势 我想大家可能还要再看看 究竟大市未来对企业的业绩有所反应 因为之后我们会看到 就从平保方面来说都会公布业绩的了 究竟平保方面的业绩 其实会令到大市是掉头再次去市底 还是是令到市场的气氛是有所改善的了 我想这方面可能大家就要拭目以待了 你说到平保 它星期四会出业绩 今天平保股价反而是逆市上升 跟随债市上升的收91.1 升了4毫升0.4% 见不见到在业绩前资金部署的卵剩呢 平保上来说 暂时你说业绩前也有少量资金做部署 但部署上来说都倾向选回一些贴价 或者一些价内的平保认购症为主 暂时就未见到有太大手的资金部署 我想大家都会比较观望一点 因为内地方面继续受到疫情方面的影响 大家对A股后市走势的时候 还是有的话都不是说可以确认到一个 或者是中期的升势再出现 但值得留意的就是 其实近期你说内地的确诊的数字 略为是有个下降的趋势出现了 那会不会说在这个背景底下 A股走势可以是回涌 或者是未来可以令到近期 可能一些走势比较落后的内险股 可以有所反弹呢 大家到期时就可以留意一下 嗯 刚才你提过因素影响大市 还有现在又要关注就是 蓝筹股那些的业绩 那在市况比较波动的情况下 选指数牛红症 会怎样比较安全一些 或者防守性强一些呢 其实在业绩期的时候的话 我们都要考虑一下 如果那个企业 特别是权重股如果那个业绩是出得不好的 那会不会就是令到你拿了一些很贴的牛症 是有机会因为大市列口低开而被收回 假如你拿一些牛症或者红症是过市 可能要选择 远一点收回距离 可能也要有大概500点左右 收回差距的牛红症 才可以坐过市 否则来说一些很贴价的牛红症 就尽量以日内的部署为主 那如果拿了call put论 是不是又要留意在业绩公布之后 那些的引申波幅的变化 那其实如果你说拿了call put论的朋友的话 就对于那只正股 特别我想拿了那只正股的call put论 的投资者就要留意 那如果你说指数上面来说 因为佔比始终不是说那么重 所以我想又未必说 对那个指数的窩论上面的引申波幅 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那我们就和大家看一下 今天ATM那些股份的表现 先看阿里巴巴今天收214元 是没有起跌的 今天看到阿里巴巴的波幅都相当窄的 最高就是216.8元 最低214元 高低波幅只有2.8元 那阿里巴巴的卵政资金流有什么变化呢 那今天看到阿里巴巴的股价 高开之后就升幅是来为收窄 收市仍然是升的 那资金流上来说的话 苟伦和牛正仍然都有少量的资金进场 特别下午看到升幅收窄的时候 反而吸引了有些资金流入 昨天和昨天都提过 阿里巴巴似乎在220元这水平有阻力 但210元这水平 也找到一个短线的支持 排除可能做一个横行上落的情况 如果说现阶段大家想留意 阿里巴巴做一些卵政的部署的话 可以采取一个区间上落的策略先了 另外腾讯今天看到在下市410元的支持 最低的408.6元收411.4元 升了3.2元升幅0.8元 在410元以下 能否看到多了资金在那些卵政那里开好创 都有的 如果你说腾讯在410元以下的话 我们的确都看到有些资金买回那些抗论 或者买回那些牛證博的证股 可以上去415、416元这些位置 但是看回大市的成交方面 又是有所收窄 不怕去其实未来腾讯的波幅 都可能会略为收窄 先前就是400元到420元之间 只是20元左右的上落幅度 现在有机会收窄大概405元到415元 这10元左右的区间里面盘整 在这个区间里面的话 大家都可以考虑 比如说用一些腾讯的牛红症 或者一些腾讯的一些 比较高杠杆的一些认购凝固症 暂时做着短线的部署 去到大市是有一个突破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或者去到3月初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资金 就是部署了腾讯的业绩 再做一个后续的部署 另外美团点评 今天的股价继续在100元的水平度上落 最高101.5元 最低99.7元收收100.04元 跌了2.2元 跌了0.2元 它的卵政方面的资金流有什么变化呢 卵政方面的资金流的话 就开始就剩下一些了 也可以问一下 或者师傅你对于美团之后的看法 如果从资金流的角度来看 似乎投资者就觉得美团开始 就是没有之前的波幅那么大 因为之前看到它的波幅很大的日子 比如上个星期 日升日跌 可能每天都有4-5%的幅度 投资者反而就喜欢当它跌的日子的时候 就是留好仓 升的时候就是做胆仓 但是开始现在的波幅窄了的话 大家就没有什么方向了 今天就看到股价 挨近100元边有少量的资金 就入场做好的 但是也可能觉得 未来反弹的力度 又未必能够突破105元 那流入的资金量暂时又不是太大 是啊 我看美团展明的走势 就形成一个敏感三角形的 就是属于一个代变的格局 上面的阻力位就是潮50天线 大概104元 下面支持位就是100天线 在98元左右有支持 看下来向哪方面突破了 好了 讲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 继续开始 继续开市,主持王伟杰,何启聪 回到第二节的时间了 师傅,第一节你问过我业细期时 做一些指数额控性部署 收回价的选择要如何留意 以及配合近期的资金流,大家可以如何做 如果大肆来说,今天见到走高 其实都会有资金选择一些红证做部署 留意如果在平保明天公布业绩 平保明天收市后公布业绩 如果怕业绩对指数有影响 可能牛证或者红证 大家不要选择最贴的一档的选择 特别如果过市的朋友 日纳部署当然可以选一些贴价的牛控证 最重要是自己看得紧 如果想做一些持仓的部署 首先给牛证的选择 大家可以参考 有恒指的牛证就是64854 和恒指牛证57412 64854这只恒指牛证收回价27200点 杠光比率54倍,12对1的牛证选择 只要另一只牛证57412收回价27000点 杠光比率45倍,10对1牛证选择 看淡的话可以留意红证选择 分别有51057和51058 51057这只恒指红证收回价28100点 杠光比率大概有43倍,12对1的牛证选择 另一只红证选择510500收回价28238点 10对1的牛证,杠光比率33.7倍 上一次我们首先讨论的过股 就是明天会出业绩的平保 今天平保股价都跟随大市上升 收下1.1,升了0.4% 平保在业绩后的卵证部署可以怎么做 看到平保在业绩前 刚才也提过有些投资者 选择一些比较贴价的认购证做部署 亦以一个好仓为主 如果看好平保 也可以有两个策略 一就是看看明天会不会在业绩前 有一些炒作 如果看好的话 可以留意一只高杠杆的平保call 就是14536 行使价是103.1毫 今年的5月中度期call 实际杠杆比率大概是18倍左右 如果想做一个持仓的部署 不想选择一个太价外选择 想平衡的风险 可以留意一只比较贴价的认购证 就是15084 15084这只平保call 行使价是94.93 今年的7月底到期call 实际杠杆比率大概是10倍左右 实际杠杆比率相略低一点 亦是一只贴价证的选择 至于看淡的投资者 可以考虑用一个平保的put论 或者红证方面去认识 put论选择可参考有17481 行使价83.78 这个put论是今年的5月底到期 实际杠杆比率提供大概是12倍 如果看淡想用这个红证去认识的时候 亦都可以参考一只 共关比率都不错的 这只红证的编号就是51761 51761这只平保红证 收回价95.08元 共关比率大概是16.9倍 我们开始看看ATM 阿里巴巴今天收2214元 没有起跌 他的卵证可以怎样部署呢 阿里巴巴看到他的股价 开始是一个比较窄幅的走势 如果说在一个比较窄幅的走势里面 中线的部署的投资者 可以参考一些比较贴价的一些窩卵 或者用一个牛证的产品去做部署 我们看看牛证方面的工具可以如何选择 牛证可以留意有一只收回价 放在205元边下的牛证选择 就是58951 58951这只阿里巴巴牛证 收回价204元3.08元 杠杠比率提供有大概15.3倍 至于看淡的或者高位的时候 觉得它升不上最久的看淡的部署呢 可以留意一下 雄证选择有只60666 收回价228.08元 杠杠比率是12.7倍的阿里巴巴的雄证选择 另外腾讯今天曾经下市141元的支持 最低408的陆收都是收在410元的流上 它的卵政可以如何部署呢 腾讯的话看到股价 其实刚才也提过可能短期的波幅有机会收窄 405-415元的区隔 如果想用一些牛红证去做部署 牛证可以参考有只63525 收回价390.08元 杠杠比率16.5倍的腾讯牛证选择 红证的选择可以参考有只67238 收回价429.29元 这只红证,杠杠比率提供有大概18.5倍 牛证就是63525 红证就是67238 另外也可以留意一些call put论方面的选择 一向腾讯方面的call put论 其实也有很多投资者 运用它做日内的部署 call论可以留意有只21268 行使价463.08元 今年8月底到期call 实际降低比率8.5倍 看看腾讯到2月3月初 会否有些炒业绩的资金流 至于看淡的put论选择 可以留意有只20184 行使价375.05元 今年的6月底到期 实际降低比率大概9倍 上一节就经过美全点评 我看它似乎形成了一个敏感三角形的代变形态 上面阻力位就是50天线大概104元 下面的支持位就是50天线98元 在未有突破之前 美全点评的卵證可以如何选择 是的 如果说未有突破之前 可能都是用一些工具 炒回一个波幅的区间部署 先挨近100元 或者100元以下的水平 如果想做好 尽量选择一些比较贴价的产品做部署 贴价的美团code 可以留意有只13229 行使价110.98元 6月底到期code 实际降低比率大概7.2倍 看淡的可以留意有美团的put 13731 13731的美团put 它行使价是94.28元 今年6月底到期的put 实际降低比率大概是5.4倍 亦都一拼 都可以用牛红證方面的工具去做部署 美团的牛的话 可以参考 也有贴价高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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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升了0.5% 但是高位都是暫時受制於13元的阻力位 小米方面想請可以怎樣選擇呢 小米的話其實就看到股價在13元邊的水平穿梭 未能夠站穩13元樓上 但是股價在13元邊橫行的時候 繼續都看到資金流入它的營購證去做部署 如果看好小米後市能夠站在13元樓上 再次挑戰近期的高位 可以留意有小米的call 21367 行使價是14.68 這隻call是今年的9月份到期 提供的實際貢貫比率大約是4.7倍 另外亦都可以參考下小米的牛紅證做部署 如果小米牛證的選擇可以參考 這隻牛證一直都是比較多的資金去留意 編號是51743 51743這隻小米牛收回價12.38 槓桿比率11.9倍 假如見到小米的股價能夠突破13元 可以留意高槓桿的牛證選擇51743 至於如果見到小米的股價仍然受制13元的阻力 可以參考一下紅證的選擇 就是有隻51764 收回價13.78 槓桿比率大約9倍 亦都如果是看淡的 想做一個pult方面的部署的話 亦都可以參考這隻20302 20302這隻小米pult 行使價是11.38 今年7月底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大約是4.7倍 今晚時間差不多 剛才提及過股份 Ivan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我都沒有的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